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浩天 混乱 困惑 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 背后拆台占据了上风 10月18日 星期三 中央院议长选举进行了第二轮投票 共和党人吉姆·乔丹因22名共和党人的反对冲刺再次施力 虽然 乔丹比第一轮的200票还少了一票 但是 他的关键支持者却看到了希望 相信乔丹最终将当选议长 而强硬派反对者则认为 乔丹在未来将失去更多的支持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内幕 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 以及国会议员们的众生相 星期三 中央院选举新议长已经进入第二天 在当天的投票中 乔丹获得了199票 另有22票则翻散在其他9名候选人身上 而少数党领袖阿基姆·吉夫里斯 则获得了民主党人的全部212票 值得注意的是 六名共和党中原改变了前一天的投票 其中四名以前支持乔丹的中原转而支持其他候选人 而另外两名以前不支持乔丹的中原现在改投了乔丹的票 改变投票反对乔丹的共和党人包括 伯罗里达州中原弗安·布侃南 乔治亚州中原德鲁·弗格森 爱荷华州中原马列安尼特·米勒·米克斯 以及米尼苏塔州中原彼特·斯托伯 相反 两名共和党人则在第二轮投票转而支持乔丹 他们是加州中原道格·拉玛尔法 和印第安纳州中原维克多利亚·斯帕茨 其余18名两轮都投票反对乔丹的共和党人 请大家看屏幕 在星期三投票之前 俄克拉荷马州共和党中原汤姆·科尔 在中原提名吉姆·乔丹为中原议长 两周前 科尔为前议长凯湾·麦卡锡辩护 反对罢免议长 他警告说 这样的举动将使国会陷入混乱 使国家陷入不确定性 科尔认为 然而提名乔丹可以结束这段不稳定时期 他称赞乔丹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 强调他从来没有质疑过乔丹告诉他的任何事情 科尔说 乔丹是一个直率的人 他清楚自己的信仰和意图 他不骗人 他不组装 他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 这就是我所相信的 科尔认为 议长这个角色需要钢铁般的脊梁 他认为 乔丹完全具备这种品质 他说 下任议长需要这样的决心和品格 才能有效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作为众院拨款委员会成员 科尔赞扬了乔丹对支出的关注 以及他应对长期财政挑战的勇气 他说 与其他议长不同 乔丹敢于讨论债务的真正驱动因素 如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 科尔提到 乔丹希望建立一个两党债务委员会来解决这些问题 他说 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 科尔还强调了乔丹为解决边境危机所做的努力 将其与更广泛的移民问题区分开来 科尔援引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的话说 按照约翰逊自己的定义 美国在南部边境正面临危机 他强调 如果不首先确保边境安全 就无法进行移民改革 这是乔丹一直支持的问题 科尔的话应该触动了一些温和派的心 但对于长印反对派来说 可能收效甚微 从投票的结果来看 有两名反对者改变了态度 转而支持了乔丹 但18名反对者继续反对 和另有四名原来支持乔丹的人 改投了其他人 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士史蒂夫·班农 在星期三的战情史节目中透露了其中的秘密 税客们正在收买反对派以换取他们的选票 班农说 我到处都有线人 昨天晚上 至星期二晚上 有人从首都烧烤店给我打电话 那里是最糟糕的地方 税客们简直是走来走去 与桌旁的人达成交易 他们说 有几个人将被加入其中 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 可能喝了几杯成人饮料 与税客们达成交易 第二天 投票反对乔丹 在他们看来 乔丹是一名强硬的开支银派 他在削减政府不款立法方面的立场 让他们感到不安 更重要的是 乔丹质疑2020年的结果 是川普的忠实盟友 所以 他们想方设法阻止乔丹 事实上 就在第二轮投票后 吉姆·乔丹没有打到票数之后 一场风暴就熄灭而来 星期三中午 多名强硬派反对者 以书面的形式 几乎在同一时间 要求执行议长帕克里特·麦克·亨利 立即进行第三次投票 以阻止潮单占取事件 与反对者交谈 寻求获得支持 爱塔河州第二选区共和党中议员 麦克·辛普森 两轮都投了反对票 他首先要求 中议院立即结束休会 并在星期三下午 举行第三次投票 他在写给麦克·亨利的信中说 我恭敬地要求中议院立即返回 开始第三次投票选举新议长 阿坎塞州第三选区国会众议员 史蒂夫·沃马克表示同意辛普森的观点 说再次强调 我们应该立即恢复工作 伯罗里达州第五选区国会议员 约翰·罗瑟夫也表示赞同 并说 中议院是时候重新开始工作了 伯罗里达州第28选区国会中议员 卡洛斯·西门尼斯也加入进来 支持辛普森 说 让我们回到中议院进行投票 伯罗里达州第26选区国会中议员 马里奥·迪亚茨·巴拉特说 该投票了 德克萨斯州第六选区国会议员 杰克·埃尔泽也说 我同意辛普森 是时候让中议院重新开门 重新开始工作了 不过 麦克·亨利并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 而是决定星期四再进行第三轮投票 对于下一轮投票 乔丹仍然很乐观 他告诉媒体 他将在晚上与成员交谈 努力获得他们的支持 乔丹说 我们今天争取到了一些支持 有几个人放弃了 但他们之前都投过我的票 我想他们还会回来的 因此我将继续与成员沟通 继续努力 亚利桑那州中议员安迪·比格斯 是中议院保守派自由核心小组的关键人物 也是乔丹的坚定支持者 星期三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对吉姆·乔丹成为下一任中议院议长 仍然充满希望 比格斯说 乔丹虽然在两天内 第二次失去了议长的投票 第二次比第一次还多了两个反对者 但是有一个乐观的迹象 他说 当前中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在今年一月被投票时 他的数据与乔丹目前的数据大致相同 麦卡锡花了15轮才当选议长 比格斯认为 吉姆的状况 比他的对手所认为的要好 他的状况比一些正在关注的媒体 所希望的要好 我相信 根据我所看到的和跟踪的情况 现在 议会内部有几个 选择性过强的小团体 正在阻止吉姆 他们已经被识别出来了 现在 吉姆将和他们一起工作 我认为 他能克服这些问题 这是个好消息 这是人们应该得到的启示 其实 战场的谈判 就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 各方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 通过协商找到共同点 然后达成一致或者不凡一致 比格斯说 希望中议院在本周五之前 能有一位新议长 他说 现在我们正处于中期 我希望到星期五下午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位新的议长 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我不介意说我的乐观可能是错的 但我认为 吉姆需要发挥他的个性 和这些人合作 如果他这么做了 我想他们会回心转意的 不过 如何说服这些反对者 在中院未来的投票中 获得217名共和党人的支持 对乔丹来说 将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南卡罗雷纳州共和党众员 拉尔夫·诺曼 是乔丹的支持者 在谈到乔丹时 他说 美国人民支持乔丹 并预测乔丹 最终会成为议长 乔丹 他是美国的英雄 诺曼还谈到了 反对乔丹的国会议员 接到了选民们的电话轰炸 他说 他们每个人都接到了很多电话 他们应该这样做 内部拉斯加州共和党中员 唐·培根 是一个永不乔丹的人 在星期二第一轮投票后 他的妻子也收到了一些短信 要求他的丈夫支持乔丹 否则选民就会抛弃他 培根本人对此非常生气 他发誓永远不会投票给乔丹 并说 乔丹在未来的选举中将失去更多的支持 由此看来 一场至关重要的中院议长的选举 却是将国会议员们的真实态度 都置于聚光灯下 与此同时 另一场风暴也在酝酿之中 以变相架空乔丹可能当选议长后的权利 我们在前几次的节目中都介绍过 反对乔丹的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中员 麦克·凯利与民主党人合作 星期一正式提出一项动议 要求选举执行议长帕特里克·麦克·亨利 为临时议长 以获得在中院的立法权 通过包括开支法案 延长政府资金 向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援助等立法 现在 这个动议得到了中院前共和党议长 纽特·金里奇和约翰·伯纳的支持 星期一晚上 金里奇推取麦克·亨利为代理议长 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如果中院共和党人 不能在未来几天内解决议长的问题 他们最好让临时议长帕特里克·麦克·亨利 至少在今年年底前掌管中医院 金里奇说 美国不能袖手旁观 任由一小撮具有破坏性的共和党人 甚至是好人的正当野心 来阻止这个系统的运转 金里奇还说 临时议长麦克·亨利 是比僵取和混乱好得多的解决方案 本周应该赋予他权利 让我们开始处理人民的事务吧 约翰·伯纳是前俄亥俄州共和党中委员 2011年1月出任议长 2015年10月辞职 他回应金里奇说 我同意 不过 对于临时议长的动议 安迪·比格斯警告说 这项与民主党人的妥协计划 将遭到大多数共和党人的反对 经济三 比格斯告诉约翰·所罗门报告博客 如果少于80至100票 我会感到惊讶 我正在和那些不在我回应社的人交谈 你知道你对此怎么看吗 这些人一口同声地说 不 绝对不行 这是个坏主意 这很危险 比格斯说 共和党议员们的大量流失 将迫使麦克亨利争取民主党的选票 这将使他在临时任期内 向民主党人做出更多的让步 他还说 众议院大多数共和党人 绝对反对 让临时议长麦克亨利留任90天 我听说 可能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吸引他们 但在我看来 坦率地说 这似乎是一座无法翻阅的大山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